许阳说完 掌心之中灵虚主神器 立刻幻化成为了一把暗金色的巨大剪刀 在许阳的身边悬浮了半天后 在他的精神力引导下 锁定了眼前这个黑衣人的气息 简单几个回合的对撞攻击 许阳便利用此灵虚主神器的精巧形态 将这个黑衣人身外 用来遮掩身体的衣服剪成了粉碎 果然失去了外衣上的遮掩 这个家伙胸口位置不停闪烁的 那一道金色印记 算是完美印证了 许阳对他之前做出的一切判断 因为这个印记 都属于那些效忠黑暗势力的门徒 才会拥有 而这个南宫拥有暗金色的印记 证明在幕后控制他的始作俑者 至少也是金袍信徒的实力强动 甚至还有可能是 那个祭祀大人亲自出手 不 怎么会这样呢 南宫叔叔 你快告诉我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究竟是谁在你身上动了手脚 蓝灵儿之前不相信许阳 可是 在这道暗金色印记出现之后 让他无话可说 而后一股无比庞大的武道气息 在这个家伙的印记驱动之下迅速浮现 他整个人三尺之外 皆被一股厚厚的武道气径完全包裹 好可怕的气息 南宫叔叔现在的样子 恐怕比他原本拥有的功法力量还要强悍 对于自家宗门的七大长老之一 蓝灵儿还是十分熟悉的 我必须以强大的力量将他镇压 然后再入侵到他的灵魂世界当中 才有机会帮助他消除控制他的魂念 蓝灵儿本能抓起徐扬的手臂 向他投出了哀求的目光 徐扬轻轻拍了他的手掌 示意他放心 而后整个人立刻进入到了 认真作战的状态当中 随着徐扬的脚步不断向前 踏出水上的金色光芒 在他的身体每一个部位 自然而然地散发了出来 那光芒十分地柔和 但却拥有着无可抗拒的 神一样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南宫开始疯狂地怒吼 口中愤怒的咆哮声 带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武道气息 开始朝着徐扬本体不断地冲击 每一次抬起手掌的瞬间 都意味着有十分强悍的力量波动 紧跟着徐扬的贴身神器 突然发出了一声音音的鸣叫 然后一道暗蓝色幽光 在他的背后从天而起 那是南宫心爱的贴身宝剑 发出了刺耳的轰鸣 我的还真想看一看 比拼冰霜属性的力量 你这区区神器能不能和我的含泉抗衡 仅一个照面 两把神器的狂暴剑器 在虚空当中碰撞在了一起 顷刻之间 属于南宫的这把贴身宝剑 便被徐扬的恐怖气息 瞬间切碎 望着自己心爱的宝剑 支离破碎地跌落在自己面前 南宫再次陷入了更为深重的 狂暴情绪之中 他开始将周围所有的武道气息 凝聚在自己的拳掌内部 只不过徐扬自始至终 都是用了一只手 将另一只手背在身后 并且他的身影 从来都是站在固定的一个位置 大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宗师气魄 因为他也不清楚 自己这个和颜悦色 带人友善的叔叔 彻底发狂后会是什么样子 若是徐扬不看在蓝铃儿的面子上 随便一招顶级奥仪释放出来 都会给这个南宫带来致命的重创 好了 我已经给你足够多的回合出手 你都没有丝毫占上风的机会 那这场游戏也该适可而止了 徐扬说完 本体忽然消失在原地 当他再次幻化出 本尊肉身轮廓的时候 手中的剑芒 已经压在了南宫的脖子上 好快的速度啊 蓝铃儿只不过眨了下眼睛 便发现原来还在自己身边的徐扬 此时竟然已经来到了南宫的背后 如果就这样还没等发挥自己的实力 就直接被徐扬轻描淡写地给镇压 终究有些说不过去 果不其然 一眨眼的功夫 徐扬背后一股十分强大的剑道气息呼啸而来 徐扬冷笑一声 手中轻轻一抖 眼前这虚假的肉身轮廓 顷刻之间便完全消失 徐扬转过身 反手就是一张强大的武道气息轰了出去 掌风力量在中间的位置迅速发生变化 这一张拍的当真是挥洒自如 石破天惊 眼前五神级别的南宫已经陷入了暴走状态 但是本能告诉他 这一张携带的力量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硬扛下来的 果断一脚踏空 夺掉了徐扬派出的这恐怖掌力 此时的南宫双眼依旧通红 虽然刚才那一轮对弓 他已经被徐扬完全压制 但是他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放弃的意思 毕竟现在的他还处于被那种不知名的 强大精神力掌控的状态 即便体内已经被徐扬的力量震得气血翻涌 双脚刚刚落地的一刹那 这南宫几乎没有更多的停顿 立刻调动起了一波更为强大的武道气息精华 同在这一刻 他背后的战魂图腾也一并闪亮了起来 如同徐扬猜测的一样 这家伙也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剑道武者 可是比剑的话 这世间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与徐扬相比了 除了人族那几个绝代无敌的人皇之外 徐扬的永恒剑道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的对手 无奈 此时的南宫根本没有办法辨认出 站在自己面前的敌手 究竟有多么恐怖的实力 他唯一的一种仅存的本能 就是和眼前这个家伙不死不休 纵然他本体神剑已经被毁 但是他的战魂图腾代表的 正是他的武道功法最核心的部位 与此同时 三道剑芒飞升而上 在南宫强大的武道精华 作为动力的基础下 凝聚出了一股十分强悍的杀戮气息 徐扬嘴角扬起了一丝微笑 因为徐扬对整个大陆当中 任何一个对剑道方面所领悟的同道 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他这三道剑芒在虚空当中合为一体 一味地追求剑道的攻杀能力 但是他对剑道本身的掌控 却远远达不到顶级剑客的程度 徐扬苦笑地摇里摇头 被他看出这剑道最致命的破绽 也就意味着对方这次出手 变得毫无意义了 因为凭这种质量的剑道功法 是根本不可能在徐扬的面前 有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果然徐扬长袖一挥 一道无比璀璨的剑气极光瞬间飞出 速度力量以及凝聚出来的轮廓光芒 都要远远碾压难攻 打出的这最强剑招 看起来虽然很强大 可是站在徐扬这种级别的强者面前 这样的剑道修为实在是不够看的 反观徐扬随意打出来的这一道剑芒 不但轻而易举地破解了对方的剑道招数 反而后续的剑道力量还能继续威胁难攻的本体 徐扬看似轻描淡写的一个动作 竟然打出了如此惊人的威力 连对方真正的武神级别强者 也在徐扬的面前毫无排面可言 整个过程被他身边的蓝灵儿看得清清楚楚 不仅也对徐扬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这个男人真是够可怕的 竟然在剑道方面也有着独树一帜的造化 这样的人谁跟他做敌人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蓝灵儿无奈地感叹了一波 与此同时 似乎心里面也不再那么紧张了 因为按照徐扬这样彰显出来的实力 他镇压眼前的难攻应该不成问题 不多时 徐扬的身边包括那不远处正在观战的蓝灵儿 天空下迅速降临了一片粉色的烟花雨 一刹那间 仿佛原本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战场 一下子变得柔和了许多 所有的杀气完全消散